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韩正 24号主持召开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全体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总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工作进展 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韩正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是做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要进一步深刻领会党中央的战略意图 切实担当起预心机开心局的重要使命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坚持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相统一 突出重点 久久围攻 狠抓落实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韩正强调 长三角地区要充分发挥 经济基础好 市场空间大 产业链供应链完备 对外开放程度高的优势 率先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 支持浦东先行先市 积极探索 创造经验 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要率先探索关键核心技术公关新型举国体制 加大科技公关力度 在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突破 要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制 扎实做好长江十年禁余工作 要大力提升城市发展水平 坚决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阴城失策稳地价 稳房价 稳预期 要在一体化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共享 要强化责任担当 形成工作合力 确保各项任务一件一件落实到位 李强 何立峰出席会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不吝点赞 借质